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游戏 那么这一系列,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的第九讲 那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是方块的一个消除 那么在方块消除里面的话 是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边界控制 那当这个方块累积往下的时候就会在下方形成 堆在一起堆积起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当一行的一个方块已经完全占满一行 就说一行里面没有空隙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执行这个方块的一个消除方法 去把这一行给干掉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涉及到一个方块的一个消除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内容 另外的话,在上一节课里面 我们还移动了一个方块的一个翻转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时候的话,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个内容给讲解一下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两个主要内容 那我们还是根据代码来一步一步的实现这两个算法 好,我们还是直接先打开代码 先把我们的这个demo 先把我们这个页面启动起来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内容 首先第一个呢是方块的一个翻转 那既然有方块的一个翻转 那我们就肯定会在我们哪个地方来做呢 就是在我们方块本身上面有一个翻转的一个东西 看一下 在翻转的时候,我们这里其实没有做任何处理 实际上呢,我是这里是想怎么做呢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个board,也找到这个sheep 然后呢,执行它的这个翻转的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地方翻转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它去怎么动 我们就直接让它翻转就可以了 我们就直接让它翻转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在这个里面来玩转 来完成这样一个翻转的一个算法 好,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sheep sheep里面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做还有一个翻转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翻转应该如何来实现呢 我们看一下 在翻转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什么layout 它有这么多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就在这里来选择一个layout 就是1234,如果它的layout是3的时候 我们下一个就应该到4这种翻转的一个算法 那这是第一种算法 那还有没有其他做法呢 其实的话,翻转也就是我们把这个行转成列 那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用一般的一个算法来实现的 所以呢,我们这儿就直接采用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法来实现翻转 而不用这种layout的这种模式 因为这个是之前比较想用的一种方式 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做 好,我们首先呢,定义一个新的一个layout 然后呢,我们就要来做这个翻转的一个操作了 我们把行和列交换一下 好,lace,layout 注意了 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列,这个行列的话 其实它是通过我们第一个的一个layout的一个lens来算出来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把列变成它的一个行 这是列 然后呢,我们的行应该怎么来算呢 行就比较简单了 行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们layout的lens 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这个行列进行了一个颠倒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来写了 既然有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 我们要把它的这个列,再把每一行变成一个空宿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用yx这种用法 让它进行一个翻转 当然这个翻转出来的值,我们就暂时先给一个1 好,这样子的话就翻转成功了 翻转成功了之后,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layout,用这个new layout覆盖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翻转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这个layout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 直接用第一种状态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其实有一定的一个简化 我们给定一个layout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demo 注意了 这个地方,哪个地方有问题呢 这个全部设置成1 所以它就把整个的一个东西全部渲染了 这个地方还要做判断 怎么判断呢 如果这个layout的 如果这个layout的什么呢 lens,然后减去1就是说它最后的一个坐标 然后呢减去我们的这个x 其实呢就是原本的一个y 那这个时候的话 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然后再来访问它的一个y 如果它有直的话 那很明显我们这边就应该直接等于它 否则的话就直接用0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相等的一个方式来做 好,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既有0又有1之类的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再来看一下翻转 看哪儿,看哪儿有报错 这儿 好,这个lens 这个lens是谁的lens呢 其实是race.layout.lens 好,我们把这些断点给它去掉 看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个翻转操作了 有没有感觉这个 这种不灵敏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翻转算法 好,在简单回顾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翻转 那么除了翻转算法的话 我们这几个还有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块的一个消除 那消除又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个消除的话肯定是我们这个board这块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board上来通过一些方法来实现这个消除 这个消除我们就给它取名什么呢 cleal failed ro ro 就是说 如果是满的这种行我们就把它cleal掉 哦,这个就这样子取for for those 满的这种就把它全部 给它去掉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怎么来做这个判断呢 其实和上面的这种方式一样 但是一定要注意当我们在判断它的这个这个每一行的时候 我们是从从下往上判断的 看一下 我们肯定是从这下面然后往上面去做这个判断 所以呢我们这个循环要倒着写 倒着写循环的话 那么它的初始值就应该是 race.rose-1 然后呢每次呢 是大于等于0 然后每次呢是-- 当然 关于x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来写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 看是不是所有都是failed 如果是failed的话 那么就可以判断它需要被干掉 好 这个地方我是怎么做的呢 是通过这个yes5的这个fighter 这个fighter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个item 如果 我们可以returnitem 因为0就是空的 那如果它大于0的话 就代表它 有值 如果它全部都有值 然后它的这个数量呢是等于我们的这个cores 说明它就是全部填充了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要来做了 如果failed 如果是全部填充了 同时呢 这个y又是大于0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来做这个移除操作了 这个时候怎么移除呢 我们知道在数组里面有一个移除方法是 spliceye 好 移除了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移除了之后我们就应该 给它追加一行 这个追加一行追在哪呢 追加到我们的第一行 所以呢我们要用unshaped这样一个方法来追加 当然这里面应该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数组 那直接写这样的数组好不好呢 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呢 我们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再写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叫create empty zone 创建一个空的一个行 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要来写一个方法来创建这样的一个空行 怎么做呢 我们根据它的这样一个 我们 给它push push这么多次 然后每次都给它push一个零进去 然后呢我们再来return这个empty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 实现了这个创建行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 用创建的一个新行来进行一个填充 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 好 糟了 因为我们这个方块现在只有一个 所以呢 好我们来看这右边这个能不能消掉 哦 忘了一个事 这个core for for这个rows click forrows在哪个地方有访问到呢 其实我们还没有去掉它 这个地方实际上应该在哪儿掉呢 就是说 当我们再添加了这样一个 方块到我们的这样一个board上面去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执行一下清理方法 到底有没有 他的这样一个 这个满的一个行如果有的话就给他清理掉 我们直接凭着扑过来 看一下 我们的最后一行是不是就消除掉了 好 这个呢就是 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体验 我们在按下的时候看一下 我们发现他 比较 感觉是什么呢 感觉有点像是空的 直接就落下去了 那这个的话有没办法处理呢 我们这节课也在把这个知识给大家讲一下 对 刚刚想起还有一个问题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边 当我们在 这边出楼的时候 我们再来换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块是不是就跑到外面去了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由于翻转导致的他的一个问题 那当他在翻转的时候 翻转完了之后 我们也要给他验证一下什么呢 我们也要去验证他的这个方块是不是合理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要做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就是说 设置他的这样一个 Layout 这个CityLayout 这个CityLayout是做什么用的呢 其实也就是想在这个地方 来CityLayout 当然我们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不会在外部访问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 这种方式去写 那这个里面呢怎么来做呢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X 如果 他小于0了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翻转之后 连X都小于0了 那我们 要做了一个处理 就是把他的 X 设置为0 另外 如果 他的这个什么呢 他的这个Y 也小于0了 那很明显 我们也是要把他的这样一个Y 置为0 还有什么情况呢 还有就是 如果他的 X 加上 现在这个新的 Layout Layout 我们要找他的一个列数 他的Lence 然后 对比什么呢 对比Cores大 这个Cores多少呢 就是20 这个地方我们这个20怎么来存储 我们要 想一个办法 那他都比L20大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这边 就肯定要把它 非互为 我们要把它恢复为什么呢 恢复为20 减去 他的这个 Layout 0 点Lence 那同理 我们这边这个Y 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Y 和我们的 行数相加 那他 也 越界了 大于我们的Rose 我们的Rose Rose13 Rose24 这个是Core Core是13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同样的一个做法 是什么呢 也就是需要把 z 点Y 也要等于 20 减去 我们的这个Layout的Lence 那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 确保他不会越界了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 好 他会往前提 提一个 所以他就不会越界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 Fix的一个 一个 重新设计他的这个Layout的一个做法 好 这儿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XY 其实这里我们 他并不属于一个 一个SY的一个东西 需要大家去共享 那这个共享 以前不是放在哪呢 以前我们是把它放在这个board这个里面的 那实际上呢 我们可能还需要 放一个更加全局的一个位置 就是 那应该放哪去呢 那这儿的话 我这里可以给他一个 config.js 那这个config.js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来 给我们 提供一些 配置项 一些配置属性 好 config 那这个config里面 怎么来实现呢 好很简单的 我们直接就这样来写 我们可以给他写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rose 是多少 20行 然后cord 是3 好 现在有了他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来写 那这边的话就应该是 cord rose 另外 这个也是 rose 当然其实这边的一个变化并不太大 另外这里也可以这样去改 我们用他的rose 好 那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还要在 我们这边 因为刚刚我们说了 就是说他在这个往下 往左 往右的时候 他的那个 看起来的那个效果 其实并不平滑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才能让他平滑起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有一个标志的一个变量 就是说是否要 刷新 显示为force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来怎么做呢 如果 如果 这个board的 因为他其实上已经翻转是不会做移动的 如果满足 那么 就需要refresh 那其实这边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只要有移动 那么 就证明他要 refresh 一次 这个时候的refresh 应该怎么来做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判断 如果我们需要refresh 所以呢 我们就要掉用board的什么呢 refresh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来把board的这个sheep 然后再重绘一次 好 重新绘了之后 我们记得要注意一个地方了 如果 发现什么呢 如果发现了我们这个key 它其实呢 是 往下的 因为往下它都有几个特殊处理 那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 需要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 这个地方我们要重新设置这个interware 为 什么呢 要重新来做一次这个tick 还记得这个tick代码是在哪儿有的吧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 速度 那这个速度其实在哪儿写的呢 这个速度其实我们在 这边有这样一个速度这样一个变量 其实我们这个interware是在这里来做 来在 呼叫的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speed 因为 有几个地方在用 所以呢 我们也要把它提到我们的哪个地方去呢 config这个里面来 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 speed 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边的speed 我们还需要吗 就不再需要了 我们就应该用 点 speed 那我们这个 那我们这个 这边也是同样的 但是要注意 我们在这边 每次都去新增加一个setinterware 那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呢是会导致他的这个 下载 往下的一个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子吧 因为我们没有清理 所以呢导致他越来越快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 在用的时候 先 清理 这样一个东西 那怎么来清理这个东西呢 我们知道 我们在 interware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什么呢 interware interwareid 那我们在清理的时候 就直接清理他 就可以了 那这个interwareid 我们是哪里有呢 其实呢是在这边 有一个interwareid 这个interwareid是 放在这个位置的 那 既然我们又要在多个地方用 那很明显 我们也需要把它提到我们的 这边来 interwareid 当然 默认 给他给一个值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用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 我们就直接用 interwareid 就可以了 那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在这边移除 cleal的时候 那这个代码是不是也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直接 interwareid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边的这个 里面这个speed 还没地方在用 已经没有地方在用 也可以去掉了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效果 感觉起来好像还是越来越快 好确认了他是越来越快 那证明我们这边的代码 哪个地方有误 我们来检查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并没有来等于他 所以呢 导致他并没有生效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也需要 让他 付个这个interwareid 然后在下次来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清理掉了 好 我们再来试试 好 那现在的话就已经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一个呢是方块消除 然后方块翻转 然后呢还顺带的 把我们的这个 平滑效果给实现了 我们这节课呢就 先到这里 下节课 再见